到了一户寡妇人家 母亲 快来呀 请您看看 这个澡盆可以和您交换一点白珠吗 这 这是一个真正的宝盆啊 恰之连城 没想到竟然会埋没在这种地方 我今天运气实在太好了 等等 我可千万不能让这母女俩看出来 这是假货 你们拿这种不值钱的东西给我看 想要弄脏我的手啊 哎呀 弄了半天原来是个假的呀 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原来他们家是骗子呀 哎呀 真是太丢人了 还怎么好意思出门见人 一次打出案 丢人心的眼 过了一会儿童子过河后也来到寡妇家中 女儿又想要拿澡盆来换些白珠 不行 前面发生的事情已经让我们受够耻辱了 我们要以此为戒呀 不可以再犯同样的错误 可是妈妈 我看这个童子有人人知晓 不像先前那个贪心又残酷的奸商啊 求求您了 唉 这个 你先看看吧 哦 唉呀 这澡盆可是紫魔精制成的宝物啊 我 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火来交换它 请问 可以吗 好啊 太好了 嗯 嗯 嗯 那个 还希望您能补给我两枚金钱 让我能够孤渡船回家 啊 当然可以了 你真是个诚实的人 刚才有另一个珠宝商人 还骗我们说这是假货呢 啊 难道是救货啊 商人在附近歇了一会儿 觉得是时候去骗得宝盆了 于是又转回到寡妇家 你看看 这条你戴上一定很漂亮呀 哼哼 妈妈戴上会更好呢 哼哼 唉 今天呀 算你运气好 好 我就用这几个珠子跟你交换澡盆吧 啊 嗯 随着你阶神伤再不太快走 就别怪我拿拐杗打你出门了 啊 ی 一定是搞错了 别别别 别别 不要 啊 油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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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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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我的宝盆来啊 那是我的宝盆 我的宝盆啊 我好像听到了救护的声音 性急懊恼的伤人 气急败坏 垂胸顿足 即刻吐血而死 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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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救护啊 救护 您只因一时贪心诈骗 才丢了性命啊 鲍鲍鱿意 真是 保佑 素性持戒 以获至宝 提婆达多贪心欺诈 已知丧身啊 童子者即是我身 救父者就是提婆达多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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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法New Life 新生活提案 精彩生命电视台 精彩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红发型 远时间快乐多过于悲伤 远时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远时间光明多过于黑暗 远时间和平多过于争争 远时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远时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远时间感慨多过于胆 远时间温暖 万物都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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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时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我这个讲 我希望各位去找出这个问题 到底你事业不顺身体不好 是什么原因 除了你的心态靠佛法 但是实际的因缘是什么 我们去了解 但是了解以后 你了解了 我希望 比如说堕胎小孩 我是这样想的 我最好给各位一百个名字 不是你有一百个堕胎胎儿 是你超度自己堕胎小孩 最好的方法就是 帮助其他堕胎的胎儿 我有两个堕胎的胎儿 我当然努力帮他了 但是我现在碰到女生 跟他熟了 我就问问他 你有没有堕胎胎儿 如果你有那个悲心 这个堕胎胎儿一定想要让你知道 因为他很痛苦 他不是要找妈妈麻烦 是他很痛苦 了解吗 他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他黏在妈妈身上 他也痛苦 妈妈也痛苦 但是妈妈又不理他 所以他更痛苦 但是你现在 我告诉各位 任何一个鬼魂都有他心痛 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 你也不能骗他 但是你有心要帮助他 他就会创造姻缘让你帮助 你晚上就会做梦 或是他妈妈跟你讲完话 他回去就做梦了 就像我上回 有一个电影导演 他来找我 他说他妈妈 有多胎三个小孩子 叫我帮他写牌位 皈依三宝 所以各位最好请法师帮他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帮他取名字 这个小孩子就很快乐 我有皈依了 又有三宝加持 然后帮他写了三个 给他 叫他做功德 隔天早上还打电话 师父 师父 完蛋了 你跟我皈依完 晚上我就梦到我开一部摩托车 坐三个小孩 后面还有两个在追 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 是你有多胎 没有 我没有 那你再去问你妈 我就不好意思这样 结果他就打电话问他妈 他妈就在哭 他妈说你怎么知道 这个你不能怪我 我跟你爸爸在一起之前 有一个男朋友 多对两个小朋友 我那时候非常的感动 佛菩萨加持 这个小孩子也会来追 他做个梦了 说我跟他讲没关系 没关系 你跟你妈妈讲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孝顺妈妈 你外面几个都没关系 所以就帮他在写 他就没有在做那个梦 但是写了以后 也不代表小孩子就超度了 意思是说 但至少小孩子知道说 你要帮助我了 你对我 有人 记住 来 小孩有人爱了 这句话最最最最最最重要 千万不要很无情的 我帮你写牌围 我帮你出钱 然后你没有爱他 他没有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像各位你要超度你的父母 或祖先 或欺世父母 佛教最重视欺世父母 你没有表达出 你对你父母的孝顺跟感恩 你是没办法超度他的 不是说我有多少钱 出多少钱 然后你一定要超度 我帮你写牌围 他感受不了了 我想这些 这些做功德 这些是用你的心 就像你送给你太太花 你真心的对她好 再送给她花 再便宜的花她都快乐 对不对 因为心态 万法为心照 所以我这样讲就是说 各位在超度这些多胎胎儿 或是你吃掉的这些鱼 虾 牛 那你就要用这个惭愧心 而且你发愿 我今天开始会对每一只牛都很好 所以在路边 我有一次去印度 习经 然后回到印度市区的时候 路边有人在杀牛 我就起了一个心 哇 好可怜 结果我上飞机就开始脚非常痛 然后我后来才知道 因为我起了一念悲心 就是怜悯心 但是也不是慈悲心 我没有超度 我只是说他们很可怜 那些牛宅在我身上 结果我的脚非常痛 酸又痛 贴也没用 打针也没用 后来我就想到了怎么做 我就去买一把稻草 就牛吃的草 参加法会 放在那边我就没痛过第二次了 因为牛是吃草的 原来如此 他吃的草子 然后再来超度他就可以 所以我想我会建议各位 多胎胎儿 你叫帮他买玩具 牛奶 他就很快乐 对老人家 老人家喜欢吃的 素的 你不能买肉 素的 甚至今天你去买一件老人衣服 你爸爸喜欢穿的 然后跟爸爸 我帮你把这个老人衣服送去给老人院 功德会想给你 他很感动的 你说你替他来做 他就有衣服穿 不然如果你这个人很怕冷 是因为家里有人在恶鬼道 寒冷 没有衣服穿 所以你会感觉你怎么穿都是冷 你会感受到那个痛苦 所以那你了解 你就帮他送这个衣服 然后这个是让他先得到暂时的快乐 第二步呢 佛法的快乐 所以你们去参加法会 像今天参加法会 你就可以观想他们也一起来 参加法会 归一三宝 得到功德 或是你到寺庙也可以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念一下 好不好 借这个机会 然后呢 等一下也会发给各位一杯米水 然后我们也来对他们上供下施 来给我念 南摩大悲观音菩萨 南摩大悲观音菩萨 南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愿累结累世 往生父母 往生父母 一切眷属 一切眷属 为离苦者 为离苦者 同来法会 同来法会 愿现世过去世 愿现世过去世 所有冤亲在主 所有冤亲在主 所杀所吃 所杀所吃 各种动物亡灵 乃至流产胎儿 附着身上 各种众生亡魂 各种众生亡魂 法会内外 所有友情 同来道场 同享功德 一起皈依 一起忏悔 一起解脱 同生净土 归佛 归佛 归法 归身 归佛 两族尊 归法 礼遇尊 归身 众众尊 所有友情 各种在主 杀业在主 金钱在主 感情在主 口业在主 动物亡灵 归佛 永不躲地狱 归法 永不躲恶鬼 归身 永不躲畜生 归佛陀 归观音菩萨 归地藏王菩萨 归佛境 归法境 归身境 归佛境 归法境 归身境 归佛境 归法境 归身境 归身境 好 愿他们的法号叫妙乐 乃至妙心都可以 最好是你把你法号送给他了 对不对 你觉得你很喜欢的法号 然后我们现在 领导他归以后 现在我们来向他们忏悔 好不好 因为我们知道了 我们过去错了 我们过去都有吃虾子 吃鳗鱼 搞不好有人吃过青蛙 吃过蛇 但是杀过他的命 然后堕胎 然后历代祖先 欺世父母 我们不知道我们欠他债 但今天我们信佛法了 信轮回了 我们承认了 我们向他忏悔 虔诚的忏悔 那承认以后我们要对他发愿 要来好好的对待他们 然后再来呢 我们要发愿 那当然最大的愿 就是成佛的愿 那我们一步一步来 学释迦牟尼佛发愿 那以这个发愿的功德 来回向给他们 来念一下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执至成佛 执至成佛 愿断一切恶 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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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度一切众生 适度一切众生 受持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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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行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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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持栽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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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一心念佛 引导众生 冤亲在主 离苦得乐 往生净土 成就佛道 普度众生 Om Pudhichita Mudhba Daya Mee 好 那我想各位 不是光今天 最好各位 每天养成习惯 在家里 然后一有空 有佛堂 那个拜殿 就跟他们忏悔 当然你忏悔还不够 替妈妈忏悔 替爸爸忏悔 替儿子忏悔 哪一天 他们也会了解 这个人对你不好 一定是你过去对他不好 那你学佛了 就不要怪东怪西 所以这都是因缘果报 所以我就观想 跟他忏悔 这样 所以有时候 别人伤害我很严重 我现在学佛了 我就观想 他就是佛一样 佛的脸变他脸 我再给他忏悔 向他忏悔 那希望他也变成 一个好心的人 这样而已 并不是说 你不要来害我 你不要来害我 是因为你用佛的力量 转变他的心 他自然就会去做好人 这样就好了 但是如果我们欠他债 我们要 要欠他债 你越心甘 情愿还债 你就债越少 你越不心甘 情愿还债 两分变四分 四分变八分 很可怜 你就会越来越痛苦 越来越痛苦 所以因为我们不了解 因果 如果你有宿命痛 你都会心甘情愿 你要修慈悲心之前 先要修平等心 你不能说 对这个好 对这个比较不好 你要有三个方法 对不认识的 你也要学习 关心他 各位要练习 对你贪心的 要慢慢放下一点 不要执着 对你恨的 进一步还要接近他 你要修这三个 这三个不是光听 不认识的 多关心他 贪心的慢慢放下 恨你的要主动对他好 那你这三个修了 你才可以修平等心 叫冤亲平等 那你这个平等心 才可以慢慢变成悲心 有悲心以后 才去修菩提心 那你发愿修菩提心 这样还不够 还要修最难的 也是密宗最难的 你要修他交换 你要修真正的悲心菩提心 你要主动的 愿意去承担对方的痛苦 你千万不能怕 不然你就 没办法修真实的菩提心 修真实的菩提心 一方面要把这个 我消除掉 我这个魔鬼消除掉 所以你不能怕自己受伤 你还要承担对方的苦 从承担对方的苦 打掉这个 自我爱惜的魔鬼 还可以修大悲心 就像十六世大爆发王 他要就算他生病 他也要发愿承担 所有众生的癌症 这样 所以十六世大爆发王 是在我们美国舍报的 修这个自他交换 那你不是修这个自他交换 这也是佛里面讲的方法 自他交换 释迦牟尼佛就体悟这个道理 所以比弥勒菩萨早成佛 那如果你真的要修 那你就要观想 别人的痛苦都把它吸过来 自己的快乐给对方 你要开始练习 这不太容易 就像蒋公康主的祈愿文 愿我的健康布施给对方 愿对方的病苦给我 愿我的快乐布施给对方 愿对方的称恨给我 他随时都这样修 随时都在这样修 那你要一直练习 练习到真的 你不能逃避 逃避 逃避我想要追求快乐的 痛苦给别人 那你没办法修菩提心 所以佛伟大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它回向一下好不好 我知道 回向 我们先回向 先放这边 我们先回向 字句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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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咽喉 大家把水米拿出来 我们要点水 用杯心 这个水化光 他们身上的痛苦都没有 嘴巴个个打开了 不会吐火了 那希望大家每天都点一点 太容易了 太慈悲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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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水米先放旁边 再来要给他们药 以后各位你可以直接用中药粉给它点燃 它就很香了 特别你的父亲是胃病 那你就买一些胃药粉 布施给所有胃痛的众生 这个是消除胃痛最快的方法 就这么简单 你头痛 那我布施头痛的药 头痛的方法给人家 那现在大家念一下 那么药师流离光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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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念药师咒 如果不会念在八十二页 那各位最好把它背下来 背下来 药师咒 消灾 发财 正知正见 严寿 发菩提心 往生净土 都是这个咒 药师灌顶真言 następ小段 of the book 第一 他们都须以后 乔共养他们得到所有一切 徒学乔工不断 山坡万 八子来 欧 像这个香我下回会请他们寄进来 这个是甘露香 味道不一样 因为它是用纯粹的食物 五穀杂粮还加药一起做的 如果又又很便宜 因为这个是我们信徒自己做 不买卖的 但是做多少算多少 然后寄进来 然后大家就分一分 但至少你每天插一根也好 对不对 那一根两个钟头 你可以为他们念心经大悲咒 这个味道很舒服的 然后这些众生马上 因为大部分的鬼 他没办法马上吃东西 但是他是吸这个味道 特别里面有药 如果你亲戚朋友会做香的 请他自己做 如果不会做 各位自己用粉也可以 自己泡 五香粉加一点奶粉 椰子粉 反正点的蓝都好了 不用点太多 只要有那个味道 布施出去 但是力量很大 所以如果能够做很多 送给人家 到处结缘功德很大 然后我的想法是 做好以后 我们出家人全部把它念好 大家就不用念 反正负责点就好了 然后这样非常好 我现在还做成那个24个钟头了 懒人用的 另外一次24个钟头 他慢慢慢慢那个圈 他就慢慢布施出去 好 各位吧 那义工菩萨把水米收一收 收一收 然后拿到外面 今天纽约大请客 这里面不是水米 而是充满一切 拿到外面最好分几个地方放 分几个地方 因为不一样的种类的众生 他们分一下 这个收一下 收一下 师无则 我们念晚上 来 如等鬼神众 我今师如共 此时便时发 一切鬼神共 各位右手这样朝下 昨天有叫各位 流出去 流出去 来 三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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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页虚空葬众 各位 现在你不念也没关系 你有个信心跟背心观想 他们要顾及的 他们要当夜的 他们要麦当劳的 随便 他们想什么都可以吃到什么 用到什么 就虚空葬做 来 南无沙瓦淡达格达 白有毕小木格辈 沙瓦淡达格达 沙巴赞达一满格达 降所哈 南无沙瓦淡达格达 白有毕小木格达 沙瓦淡达格达 沙巴赞达一满格达 降所哈 南无沙瓦淡达格达 白有毕小木格达 沙瓦淡达格达 沙巴赞达一满格达 降所哈 最重要的要超度他们 这个咒最好各位背下来 不动佛心咒 经典说水 沙 米 风 阳光 光线 你只要念这个咒 阳光变佛光 风变佛的风 米 沙都变成甘露 所以各位你到菜市场海鲜店 超市有很多死掉的或活着 你就默念这个咒 然后撒一点水出去 如果没有水声音让他听到都可以 所以我希望各位 这两天一直发这个咒给各位 你有时候到超市太阳底下 拿出来一下反光一下好不好 就反光一下透过光 透过光去照他们 所以经典说这个人意外死亡 你把他拿出来让他 让他在他身上照一下 这个人就不会堕落上二岛 所以各位身上要多带一些 能够利益众生 然后你又会直接念 那最好你能够念念念念念念的 这辈子念满了十万遍 你只要开口讲话都有这个光 就像一个人每天念五遍大悲众 你的声音永远都在利益众生 所以要把你的声音变成功德 把你的心变成功德 所以大家念不动佛心众 观想蓝色的光 超度这些所有的王魂牌位 包括我们也得到超度 因为我们念不动佛心众 这辈子就不会堕落第一轨道俗神道 就不断的在消除我们的业障烦恼 好 来 喜远多帮着 愿多帮助 愿多 hum 阿弥陀佛 我如来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归佛 归法 归身 归三宝 归佛境 归法境 归身境 信愿往生 极乐世界 只要愿意相信有阿弥陀佛 有净土 所以而且真心的发愿 不管你从地狱到来 只要你能够来现场 你就可以当下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跟我们念佛 哪怕十个念头 都可以往生净土 所以我们来念 来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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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就是我相信 我愿意融入 叫南无的意思 归一 所以他们愿意 我们念十生阿弥陀佛 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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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我们观想 哇 他们通通可以坐在莲花 阿弥陀佛 他们都可以往生净土 来 我响 母亲爱的外来 圆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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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神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 那我们今天法会 大概就到这个地方 不过我在这边希望大家 把你懂的方法也引导别人 特别现在有网路 我知道写牌位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出家人的好处 虽然我们都不是很聪明 很有能力 但是我们有很多出家人 真的很用功 很用功 很实在 所以我们每天他们都在精进 所以昨天晚上开始 昨天开始在台北新店 一千多个人连续七天七夜 要凉黄饱饭 天天点灯放生一直做 我们都是轮流轮流 一直国内外合起来 所以在很多国家有很多道场跟我们配合 这些道场都是在实修 不管他们用各种方法实修 我们都会把牌位给他们 帮我们忙 因为大家一起来帮助 所以以后各位有这方面的问题 你可以直接加入我们那个什么 我们有几个网站 我们有几个网站 你找那一位黄恬真 那一位 你找他的网站 或是我们有一个慈悲基金会的网站 都可以 乃至你直接上了生命电视台的网站 也可以把你的生病的 或是往生者的名字给我们 那我现在正在设计 各位以后最好 如果你懂了电脑最好 只要打进去 牌位就刷出来 法号就跟着在上面 一切解决 就是一打进去以后 牌位刷出来 我们会把牌位就印到几个单位 大家努力吧 这就是我们的钞票多好用 但是利用现在的电脑 然后大家一起努力 一段时间电脑 一人念108遍 那这个网路假设有一万人 一下就几十万遍了 所以我们发动过 每一年都发过读诵地藏经 结果一读诵地藏经 本来讲十万遍 超过三十几万遍的地藏经 所以我们现在就各种的经典 而且做烟贡很一样 我们在布丹 在尼泊尔 在印度 很多地方我们都请他们 帮我们做烟贡 而且他们的仪轨很圆满 因为当地你买五十块美金的食物 他们就觉得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跟他一半 做会贡 他们吃 一半帮我们烧掉 做烟贡 然后他们就很高兴 那这样就每天可以圆满 很多场的慈悲烟贡 很多场的放生 很多场的私死 很多场的遗鬼 诵经 合起来 现在这个电脑时代 方便 然后可以 大家不要花什么钱 但是我们要目击 大家的悲心 也让大家融入这个共同的责任 我们对整个世界有责任 有一个慈悲的责任 所以对所有的生命都有一个责任 那我想这个就是一种菩萨的快乐 虽然我们感受到很苦 就像我每天一直讲话 讲到喉咙痛 但是觉得很有意义就好了 但是你怎么样痛苦 也比工人轻松吧 所以我经常在机场 看他们一站就六个钟头 不能坐下来 都在那边忙 真辛苦 所以我们已经比别人很有福报了 但是我们尽量用一个悲心 做一些简单的行为 那各位等一下回去 也要送给各位 这个叫慈悲的眼睛 还有翻中英文 还有昨天发的地上金 金刚经 各位尽量拿了 送给别人 你能够引导 所以阿底侠尊者讲到最好 这个世间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引导别人学佛 最大的功德 所以我想各位用尽办法 但是你为了引导别人学佛 那个本子可以带回家 课顺本各位带回家 好好念 有很多种仪轨 好 利用这个时间 有问题的可以举手 说吧 请说 打开了音铃 那么看下来还是没有超度调 这一句话很重要 我做超度了 为什么没超度 因为你没有刚刚讲的忏悔 对他感恩来超度 你不能说 我去参加大法王的法会 我写的牌位给的钱怎么没超度 这个讲法 这个是不太负责任的讲法 所以意思是说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有没有超度 就是说因为我们潜心的要跟他忏悔 诚心的对他很好 来发愿 来做功德 而且你真心有在修行 因为你的心也会感动他 你的慈悲心也会感动他 然后就很容易超度 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你要找到方法 找到方法就是你的悲心 你要按照佛教的心态去修行 对他就有帮助 不是说我把他给超度了 我花了钱 那这个是 这是没办法的 但是室友助援 你让他参加法会 可以减低一点痛苦 但是超度要靠我们跟他之间 好 请坐 那我想问一下 你就是说 因为我之前有在那个KTV里面玩 然后因为有嗨各方面 然后有些所看到一些东西 就是说是真还是假的各方面 我想有些人眼睛看得见 只是让你知道他们存在就对了 我告诉你每一个地方都有 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的 只是你跟他有缘 你就看得见这样 然后也是经过这样的英语 然后我才去去学佛 然后真的是见过很多 然后也听过很多 然后就是到现在 有点那个疑惑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 他也见过这样子 疑惑什么呢 他们对我所说的话各方面 我想鬼神会跟我们说话 但是鬼神 他可以知道一些事情的 知道了 比如说这个男人 昨天没回家睡觉 他都知道了 你骗不了人的 但是我们只是说 知道他是存在 但是你也不能太利用他 很多人就是让这些鬼神 变成你的通灵 然后去帮人家做什么事情 如果帮人家做事也不太反对 但是如果这里面有金钱的利益 或什么 马上问题就发生了 所以这些事情有些会让你知道 但是知道以后 你还是要按照佛教的戒律 跟慈悲去处理事情 你必须要完全按照佛教的戒律 不然的话有时候会出事情 对 我是这样也说 但是我没什么经历这个问题 就是说只想问一下这样子 没有这个佛教是 本来这个现象在世间很多 但是因为一定要完全 懂了佛法来持戒 加上这种知道的能力来帮助可以 但是你不能一般人是 但是我知道了他就会有一点骄傲心 或是不懂了佛法的道理 用他自己的想法在回答问题也不行 我看到什么我就老实讲 但是你们说那你要念什么经 因为那是你的想法 不见得这个经是你喜欢的 也不见得它适合的 一个基督教徒那天 你叫我念地上经 你叫我什么念地上经呢 他又不信佛法 所以那什么方法对对方有帮助 这个要有智慧 好 差不多了 还有问题吗 问一下 好 那边 那边 师父你好 我母亲是信那个基督教的往生的 那我现在给她做超度念诵经 我想 往生者 你对他做什么样的善业功德 是跟宗教没关系的 所以你替他去帮助老人 他就得到帮助老人的功德 对啊 只是说 基督教的目的就希望升天 那你一定要孝顺到他能够升天 那升天的条件 那你自己要守五戒 你才有功德给他 然后再以守五戒的功德 来回向 来回向他升天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升天的资格 你没办法让他升天 所以你自己要达到升天的资格才可以 好 所以观想是个禅定的祝愿 而不能停在那个地方 就是说我们观想阿弥陀佛 怎么接引众生 那可以 但是一定要把这个让别人懂得观想 或是说也让真实 因为我们在超度一定要用观想 观想他们去净土这些 甚至路上的人你要观想 他们也懂得佛法 把这个佛法的力量给他们 我们在念阿弥陀佛 那他们得到阿弥陀佛的佛光加持 这个观想必须从自我的观想 成为一种利他的观想产生力量 把佛的力量转在他身上 而不能一直停留在观想 甚至是追求空性的观修 然后呢而忘了利益众生那不行了 所以我想观修是一个过程 但是特别我们持咒一定要先修会观修 学会观修以后再来念咒 再来打手印 但是不能一直刚才 然后面前有人需要帮忙 你不理他那不行 就是说我们学好这个是产生一种 利他的能力 而不能停留在我只会观修念咒 叫我做个生意我都失败 叫我卖个素食都倒电 那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佛教徒每天都在努力的观修 但世间法一律不懂 不会 那不行 所以要有世间法接触 我刚刚一直强调 不舍弃众生的接触你要了解对方 你要有方法 你没有这个方法 甚至讲话要有口才 就是地藏菩萨叫辩才不可思议 神通不可思议 智慧不可思议 慈悲不可思议 他有各种的方法 观音菩萨可以做百千万亿的化身 跟对方在一起 对 所以我想观修也要有实际 你要成为一个公司的总裁的能力 再加上你观修的能力合起来才可以 而且观修你没有福报也不行 因为你每天在打坐观修 你一点钱都拿不出来 也没有那个福报去帮助穷人 那观修有什么用 观修它就会保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佛教要我们万行无亏 种种的具足 布施慈戒 观修是属于禅定 但是布施慈戒如果不做 你每天说我要读佛经观修 也不去帮忙 也有钱也不愿意拿出来 那你就没有资粮 你那个观修一点力量也没有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请说 师父您好 阿弥陀佛 是 弟子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 就是六道轮回 到底最原始的六道轮回 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 它怎么才能关闭这个六道轮回的大门 怎么样 最后的什么 就是关闭它这个大门 关闭这个 重伤都是菩萨 好 这个六道轮回 只是佛陀看到的真相 就像 有人白 有人黑 有人穷 有人有 这个是真相而已 只是归类起来就有这六道 有天上的天道 但是天道就分二十八成天了 每个天人的夜报也不一样 那我们叫人道 但是人道有黑人白人有钱人 就是人道有各种 短寿传说是叫人道 一种叫阿修罗道 那这些六道轮回 并不是谁创造或是神创造 是因为每个众生 我们叫补破前罗 他这个众生按照他的思想行为 造的夜而产生的分别 甚至你杀人了 你一定在地狱倒 这没有办法分的 这跟你宗教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六道是众生的夜报差别而有的 这是存在的 那这些当然你读佛经也慢慢去观察 同样是人真的有命运不一样 这个是夜报 那如何脱离六道轮回呢 一句话跟我背下来 贪嗔痴三毒心不除 六道轮回永不停止 所以有一个六道轮回图中间画了一只鸡 一只猪 一只蛇 就代表贪嗔痴 人只要有贪嗔痴 他就会生生死死造业 那按照你的行为果报 就像判无期徒刑 判十年 判死刑 跟宗教没关系 是他的行为的影响力 他的心态跟行为造成这么痛苦 所以他要判死刑 所以这个六道根源就来自于人 众生的心的贪嗔痴的烦恼 造的夜报不一样 所以你要停止六道轮回 那就是要消灭贪嗔痴 恢复我们的本性叫佛性 如果你找到你的佛性 就不会对外界起贪嗔痴 就不会造业 就不会轮回 那释迦牟尼佛又提出一个最快的方法 因为在这个末法时期 你要消除贪嗔痴 你问师父 师父你会贪吗 会 但是会控制而已 慈悸 没办法 所以佛祖说 那末法时期没有佛陀在这个世间 最好的方法去去有佛陀的地方 就是发愿念佛往生净土 叫横超六去 你如果往生净土了以后 那将来你来轮回是你趁愿再来了 不是因为夜报 所以虽然在六道里面 但是是在度众生 是在累积成佛的质量 可以 所以阿罗汉他就是一定要消除贪嗔痴 所以他慈戒出家 每天打坐 什么事都不干 就是要消灭贪嗔痴 那菩萨 菩萨是除了自己安住在这个状态 更要影响别人都脱离六道轮回 所以就会引导别人发菩提心念佛 大乘佛教就会变成佛陀讲了 一心念佛求往生 这是超越六道最好的方法 但是不能舍弃六道 超越六道是希望将来有资格 回到六道度众生 就像鸭子不怕水不会沉下去 鸡丢到水里面会沉下去 所以我想那这个佛教原理 看看佛经你就会了解 贪嗔痴是所有烦恼六道轮回的因 有烦恼你生口意造恶业 然后你就会轮回 所以刚刚守八观灾界 意思告诉我们 八观灾界那一天 生口意不杀生不贪心 就断轮回的因 那你守一日一夜的八观灾界 那至少二十小节不会堕落三恶道 还在六道 但至少不会地狱鬼道书生道 有机会投胎做人 那是一日一夜八观灾界就可以 第五品总共九品 往生极乐世界这样 或是投胎做富贵人 有佛法的地方 你比较好修行 就像我们 我们同样做人 我们没有做 如果你是做 做美国人 你可能这辈子没有机会去 因为你有你的想法跟信仰 你就不太会去 而且不相信轮回 美国人你跟他谈这个 这是 所以我们把美国欧美当做编地 编地 编地就是佛教里面 他不信这一套的 那我们华人是天生的 这是我们素食的福报 所以要消灭贪生痴 或是正入空性 所谓正入空性 那他就不会起贪生痴 就这个意思 好 谢谢你的问题 所以多读地藏经 读过吗 要去思维里面的意思 对啊 论言经太深了 但是论言经有帮助 但是如果我认为 学佛先让爸爸妈妈 先理解的方法是什么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 爸爸妈妈 亲戚朋友 先让他们了解佛教的概念 然后要很熟悉 如果你很熟悉 就像你刚刚在问我说 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 那这个时候 你在读论言经 就已经超越这个范围 因为这个范围 是地藏经的范围 还不是论言经的范围 所以我想还是通通要读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所有义工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发言人庄仁祥 假讯息就像传染病一样 必须由你我一起谨慎面对 才不会在社会中传播扩散 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管道 及时掌握公开透明的疫情资讯 一 浏览疾管署全球资讯网 二 加入疾管家官方账号 三 关注疾管署脸书专页 四 收看疫情记者会直播 如果您收到来源不明的疫情资讯 请依上述四个管道查证确认 千万不要随意转传 散播有关流行疫情的谣言或不实讯息 最高可罚三百万元 疫情期间感谢有您持续配合防疫 也请与我们一起努力 拒绝假讯息 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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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降 Rain 中文字幕 李宗盛